大家好,今天就是车我老婆去打第四针 又来回这个疫苗中心,在我们家没有远的10分钟左右,充电车 现在基本上南威尔斯或者整个英国的疫情都完结了 为什么要打第四针呢? 有些人,比如我老婆,因为她可能是在吃药 或者是长期病,在吃药 让她先打,或者是老人家那些,或者70多岁那些 很快就已经闪了上车了 今天很快的,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人? 不用坐半个小时吗? 不用了,今天可能已经习惯了,第四针都已经习惯了 就是她问一下你一些普通的问题,接着就打了 打完就走 那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有点痛 哪里痛? 手臂痛 哪里痛 那是哪里子的意思,不要说英格兰那些 哪里的意思呢?基本上是没有人戴口罩的 已经是…戴口罩的 还有很多户外,即托习的那些 那些叫做檢驗中心 那些叫做檢查中心 就是盐曼里有沒有中招那些 都關了很久了 Test center 如果你要做一些核酸 你要預約 就要去那些大城市 比如有些診所 就去做 比如回香港 基本上這裡沒有人理 現在連那些被自己尿 都沒有人用的 基本上都停光了 現在英國 或者南無意思 就很安全了 基本上 沒有說反不反彈 沒有人理會 紀樂個案各樣 生活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已經是完全恢復正常